到下面的溪谷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水由高處往低處流 是一個 它會讓上坡上面的水會往下流 所以上坡會比較乾 所以我們下面的時候 走上來的時候 會看到比較多的菇婆衣跟蕨類 還有另外呢 跟水有關係的 就是你的土壤的厚薄 如果上面是比較乾的 就是上坡 但是如果上面的土壤比較厚 它也會有比較多的水分 但是呢 這個地方顯然的 顯然的 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岩石 土壤是很薄的 土壤比較薄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比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比較乾的 這個是比較乾的 那土壤比較多的 它就形成闊葉素比較多 長綠素比較多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落葉素會比較多的是 像黃蓮木 黃蓮木 或者是像這個無患子 它們就會長在乾的地方 會長在乾的地方 因為呢 在乾的地方 這些長綠素在乾激的時候 它會死掉 它沒有辦法活下來 沒有辦法活到明年 所以這個地方只好有一些會落葉的 它可以度過 挨過去那個乾激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上來的 所以我們剛剛上來的時候有看到山蘇花 還有癌漿爵是在樹上的 會在樹上的 是它有幾個特性 一個是它能夠耐乾旱 因為它的根沒有接觸到土壤 它必須要看老天爺吃飯 老天爺不是每天下雨的 所以它是一年 它是看四季的變化 有雨季有乾季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它除了看老天爺吃飯之外 它還有自己游一個碗 去接雨水 自己有一個儲水槽 它自己做堆肥 因為它沒有辦法跟西下去 這個有落葉的腐質子 這些堆肥 它自己用一個碗 然後自己做落葉堆肥 比我們還環保 自己做堆肥 然後呢 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在我們剛剛下坡的時候 它是生長在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生菜的棲位 它的位置是在這邊 因為樹上的陽光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要陽光比較多 它可以忍受比較少的水分 在這樣的環境下 它有競爭 它這個位置它可以搶得到 它不用去跟人家競爭 要花很多的能量跟人家競爭 但是在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 那個癌漿蕨都掉到地上來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癌漿蕨掉到地上來 在這個地方 因為今天只是陰天 如果太陽一出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亮度 會跟在樹上的亮度很像 這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地方的岩石比較多 土壤比較少 這邊是比較乾 這邊是比較上坡的地方比較乾 如果這邊土壤比較多 水分比較多的話 那癌漿蕨可能很難長在這邊 因為它必須要跟其他的植物競爭 跟它其他 它又長不是很高大 它只要有一棵樹長起來 然後把它蓋住 它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呢 可以享受到比較多的陽光 也因為它比較乾 讓其他的擴葉樹沒有辦法進來 沒有辦法進來 以至於說它可以在那邊 可以享受 可以傳宗接待 可以佔據這樣一個地盤 就是我們今天早上講的 那個台灣百科也是一樣 那這個地方既然是乾 必須要有落葉樹對不對 很典型的落葉樹 還有一種叫做 風樹這一類的 就是我們去散風的風樹 這個叫做張葉風 那風樹 我們一路上來有幾個重要的植物特徵 這個風樹的特徵就是 葉子是對深的 那顧名思義叫做張葉風 就是它的葉子長得很像張樹 但是不是張樹 長得很像張樹的風樹 葉子是對深的 那在這個地方 還可以看到幾個耐旱的植物 就像聖爵 我們都知道說聖爵下面 有一個儲水的構造 這幾個環境下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就是屬於比較乾旱的環境 我們就慢慢走 老師 這個就是天龍二葉松 對天龍二葉松 這個是酒果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都是天龍二葉松 我們剛剛看到 右邊那一棵大的松樹 就是天龍二葉松 天龍二葉松 秋果為什麼那麼小 它有大的啊 它還沒有長出來 它梳幹